里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凯鲁菲道斯认为 肉骨茶不应该被列为国民传统美食 因为并不是所有国民都能够接受和品尝肉骨茶 他表示国民传统美食应该是所有国民都能够品尝的美食 他今天在国会下一月问答环节 回应土著团结党佛罗交与国会议员拿渡苏海米的附加提问时 他说如果肉骨茶是用鸡肉制作的 那就可以被当作为国民美食 较早前 公正党地步老国会议员潘伟斯 希望制服捍卫我国的传统美食 包括肉骨茶 纳西勒马 拉萨和泰大瑞等等 他以肉骨茶为例 中所周知的肉骨茶是源自于许兰儿巴生的美食 但外界却有肉骨茶源自于邻国新加坡的印象 让他感到愤怒 针对这个事件 凯鲁飞道斯表示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针对保存传统文化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包括撰写了四本宣导大麻传统美食的书籍等等 然而其他国家在传统美食上与大麻有相通之处 而大麻没有旋利去质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